我覺得它的弱風有點那種自然風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的風是風力夠大 可是你的感覺是算蠻柔和的這樣子 如果說你是喜歡懷舊復古的感覺 有一個這樣子的配件在旁邊 非常有氛圍的感覺 那這個東西擺在這邊就讓我覺得 有一種好像在不同的時代之間 忽然間穿越到那邊的感覺 像這樣轉來轉去就很可愛 有一種幾十年前的夏天的感覺 今天的最後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則則開箱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款 非常可愛的復古電風扇 是由Koizumi他們所推出的 昭和復古電風扇在我面前 那有藍有綠就是兩種不同的配色 這個東西呢其實看到它就會覺得 哇就算你不知道它是復古電風扇 一看也覺得說有一種時代感 那它選擇的配色其實也很有趣 就是以前的配色會比較飽和度高一點 如果說呢 你是喜歡懷舊復古的感覺 或是有時候你想要拍一些那種拍立的啊 有一個這樣子的配件在旁邊 非常有氛圍的感覺 外型好看之外 其實它的功能上也是有做一些不錯的設計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一一介紹給大家 那這一款的設計呢 除了它的扇葉有做藍色跟綠色的設計之外 還有搭配它底下的這個地方 去做藍色綠色貼紙 然後有這種很可愛的轉盤 可以去設定它的連續運作的時間 它這個面板上面 它其實是有那種金屬紋路一條條的感覺 除了藍色以外 其實它的配色就是像這樣子 白色 但它的白色是有點像牙白米白的感覺 我覺得質感還蠻好的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它的風力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你睡覺的時候 你想要吹比較不要那麼強的風的時候 其實小電風扇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的高度是41.2公分 所以它很適合擺在一些檯面上 那直接放在地上也是可以 它其實還有做防滑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扇葉是有五片扇葉 然後它雖然是有藍色綠色 但是它是半透明的 有一種就是比較清涼的感覺 那外面的這個護網 這個銀色護網 它是不鏽鋼的拆直 那它的護網的四周呢 它是有做卡扣的設計 而不是卡順 它會比較容易去拆開來做清洗 那包含它裡面的扇葉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去做拆下來清洗 所以它雖然是比較復古的設計 可是它其實在這一些部分的設計上 是有考慮到比較新的使用者的習慣 然後有比較改進 再來看到它側邊這邊 可以看到它有擺頭的功能 它往上最高可以仰到30度 那往下的話最低是可以到10度 左右搖擺的弧度 最大有70度的搖擺 那我們剛剛也講到說 後面這邊可愛的復古拉感 就舊的電風扇都會有的 那拉起來的時候就是固定 那我們這樣子簡單介紹完以後 我們就把它稍微打開來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開一下弱鋒好了 其實它這個按鈕按下去也是蠻療癒 就有點像現在不是有在做那種機械式鍵盤 就是讓你按的時候有那種按的感覺 真正按的感覺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做成有點像微電腦 或什麼這些手去觸控 可是它這個就是可以很紮實的按下去 然後你切換的時候 是會像這樣有聲音 如果你要讓它轉的話就是把後面的小圓圓的頭 按下去 哇就是馬上有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而且它這樣吹出來的風 我覺得它的弱風有點那種自然風的感覺 就是很適合有一些人很怕睡覺著涼的人 就可以用這個模式 這樣轉來轉去就很可愛 有一種幾十年前的夏天的感覺 你會發現它的聲音其實是蠻小聲的 有些人會覺得說它是復古的電風扇 然後會不會就是變成跟以前電風扇一樣很吵 但其實它不會 最低是32分貝 然後最高也是低於42分貝 所以大概就是比在圖書館裡面的聲音還要安靜一點點 讓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大風 其實還蠻強的 因為其實很多風扇它的葉片可能是三片式 或是幾片 但它是五片式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風是風力夠大 可是你的感覺是算蠻柔和的這樣子 你看它現在這樣子轉嘛 左右搖擺70度左右 然後就是這樣一拉 就定住了 如果現在有一些比較年輕的觀眾 沒有看過這麼早期的電風扇的話 讓你知道一下以前我們的電風扇就是這樣用的 那剛剛有講到說它的清洗跟拆 其實是很好拆很好清的 所以呢我們就來試驗一下 我們剛有介紹到它有四個卡扣式的設計 讓你比較方便拆 但它底下這邊還是有一個螺絲的地方 那就是比較可以防止說 萬一小朋友很容易把它拆開來的話 可能也會有危險 所以如果你要拆的時候啊 你可以先把這個螺絲簡單的把它轉開來 轉下來以後呢 我們再來拆它四邊 它其實四邊就很好拆 你看就這樣子搬下來 搬下來 所以非常的簡單 然後也絕對不會像剛剛提到說 會有不小心手受傷的問題 你看 這樣子就拆下來了 順便讓大家看一下裡面很可愛的 半透明的藍色葉片 葉片的部分就拿著中間這裡 把它轉下來 你看這樣葉片就被拆下來了 它其實是塑膠葉片 很可愛 它上面這邊 一個 然後就卡上去 其他地方再扣下來就好 然後 一樣扣回來 扣回來的那個步驟實在也是非常的簡單 這一次啊 推出的這個復古電風扇系列 其實它還有推出相關的周邊 首先是購買這個電風扇呢 就會有附這個可愛的防塵袋 上面有電風扇本身的圖案 因為像這個很小台 冬天不用吹電風扇的時候 你要收起來 其實是非常容易找到空間來收的 那你收起來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用這個防塵袋把它 看布袋一下 把它套住 像這樣 就是保護它裡面不要脹掉 大家看 防塵袋套上去以後會像這樣 也是很可愛 那綠色的也有 就一樣的 就可以 一樣拿綠色把它套上去 像這個是環保背套 然後上面就是有 復古風扇的圖案 然後背後寫的就是 日文就是 Koizumi 然後Mini風扇機 然後這個是 托特寶反布袋 也是很可愛的感覺 欸其實 這個真的蠻可愛的耶 然後背面呢 它有整台風扇的圖案 而且大小也蠻剛好的 可以裝的東西也不少 如果說你覺得 這很可愛的話 你也可以順便加購一下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來介紹 這個Koizumi 推出的 昭和風復古電風扇 最近有一部日劇很紅 叫極度不妥 然後它其實就是一部 在昭和跟令和之間 不斷穿越跑來跑去的一部日劇 那這個東西擺在這邊 就讓我覺得有一種 好像在不同的時代之間 忽然間穿越到那邊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 你覺得它長得很可愛的話 其實倒是不妨 如果你缺一台電風扇的時候 可以買 而且它很小台 所以很方便帶來帶去 也很方便收納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這個風扇的資訊的話 我們會把它的連結 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再去找來看看 最後的抽獎時間呢 我們要送出的是 Koizumi的一台 副離子吹風機給幸運的觀眾 那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囉 那只要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影片開啟小鈴鐺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就請過來獲得 頭一子迷的吹風機 那你在留言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分享 復古風扇的適用裡面 覺得它的設計 很棒的地方在哪裡 或者是說 你覺得它放在什麼樣的空間 會很實用呢 會很可愛呢 都可以來跟我們踴躍的留言分享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